上一个星期 我们协会有一个弟子归伴 来了二三十个小朋友 最小的三四岁 大的是一二岁 他们来见我 小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这么健康 小朋友问这个问题 很难得了 我告诉他 心地亲近 充满了爱心的人 就会很健康 从小要教他 保护清净心 负面的东西 不见 不看 不听 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全是证明的 跟他讲 像随心转 他不懂 他太小了 告诉他 爱心 能 能养身 能帮助我们健康 帮助我们不容易衰老 中国古人说 又能使人老 一个人有忧虑 有烦恼 容易老化 没有忧虑 孤家寡人一个 虽有个团体 假的 我根本就不问死 一生守住我的原则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你说多自在 这一管 就生烦恼 我为什么不管 我的功力不够 那些烦恼 绕在旁边 不受管 那个功夫比我高 那我不如他 我要有那种功夫 我就可以管 那是什么人 真真旧的人 那是真真再来人 我们不是 我们是凡夫素子 业障深重 幸亏有云 遇到佛王 佛法 帮助我们 解脱了 帮助我们 得自在 我们爱佛法 我们要成就佛法 我们要沉传佛法 人心地慈悲 沉于中 必然行于外 别人亲近你 你这个慈悲的磁场 他能感受得到 然后 你善言善于叫他 他能听得进去 他能理解 他能相信 是不是能行 不必考虑这些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能行 他就能成就 他不能行 人也种上根 所以 一列而根 永违到重 那么 求知智慧 就求清净心 清净心 是三味 也就是佛在 大小沉经里的常说 智慧 一处 这就是听 就是三味 有时候 有时候也写 止心一处 停止的止 意思一样 止心一处 一年不生 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年不生 是忘年 没有一个忘年 没有忘年 就叫做正年 正年 五年 五忘年 这是一样 生之道 第一个秘诀 生很多事情